早晨,今天是8月29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独立股评人汤丽雄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Kimi,今早大市有什么? 今早大市的消点 最重要是这周有比较多的数据 就是周四中国会出PMI数据 加上美国会出PCE物价指数 周五会出飞龙数据 对,明天期子结算 大家都留意大市的走势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上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同中国商务部长黄文涛 同意成立一个新的商务问题工作组 以寻求解决贸易和投资问题 美股三大指数上日上升 道指收市升213点 收报34,559点 标指升27点 报4433点 纳指上升114点 收报13705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上升2% 欧洲股市普遍做好 英国股市上日假期 德国和法国股市升幅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Meta升1% 苹果、Google和Tesla股价向上 NVIDIA先跌后反弹 收市升1.8% 有越南Tesla之称的电动车生产商FinFast 股价一度急升3.5% 收市升幅挨近2成 市值超过1900亿 抛尼福特和通用汽车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网易比本港收市高出2% 阿里、美团和京东都比本港收市高1% 阿里巴巴重赏90元 折合90.48元 美团折合136.73元 比亚迪收市比本港高出2% 折合229.6元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1% 折合59.57元 一起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向上 现在升195点 升幅0.6元 报32,365点 首月综合指数升8点 2,552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28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17点 报11,461点 一起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升181点 恒指上18,3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和Kimi谈谈外围的情况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今个星期就访华 星期一跟中国商务部长黄文涛 举行会谈 会后雷蒙多就说到 他向内地方面提出了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是有关英特尔和美光等一系列 美国商业问题的关切 会上同时讨论了 家和者的出口限制 两人的会谈就持续两个多小时 在会谈完之后 再进行一个午餐会议 吃了两个多小时的饭 刚才也说了 双方同意成立了一个新的商业工作组 解决贸易和投资的问题 促进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 工作组每年会举行两次副部长级会议 第一次会议会议在美国主持 在2024年初就会公開会议 中美关係在过去的一两年 也持续左右属大使的表现 你觉得这次会否有一个商务部的对等会议 会令中美关係出现一个混黄的情况 因而有利美国以后市走势 一定会的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如果中美的关系是好的话 起码是一个政治因素对大事的波动情况一定会减低很多 其实你看回再加上这一次就是雷蒙多访华的时候的情况 已经是拜登政府这几个月以来 第四次累计以来有一些美国高官去中国进行一个访问 所以其实你看到在拜登政府的立场里面 他并不想中美的关系完全去到一个冷却的状态 其实你明白他就是想中美的关系去到一个很重视那方面的规格 因为其实你看到11月的时候 中美两国的元首将会会面 所以其实在11月之前 安排了有四次的一些美国高官将会访华的话 其实对港股的提振是非常之好的 尤其其实你看到昨天港股的走势那方面 一开始我们是看到港股的升势非常之好 但是去到后面的时候 升幅就逐渐收窄 但是去到之后的时候 反而有一个好的情况 昨天看到 夜期的走向非常之好 亦都是升超过100点 暂时经济的时候 都看到就是升超过129点 大概这些位置 所以只要中美关系的情况是稳定的话 其实对于中美两国的股市的状况 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走向 好啊 那我们看看上天恒指的走势 稍后和Kimi谈谈她对后市的看法 我们先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好了 恒指昨天一度升600点 内地减印花税等的措施出台 刺激中港股市高开 恒指高开562点之后 一度升608点 美市升幅大为收窄 收市升174点 收报18,130点 国指升70点 报6,246点 科指一度升5% 收市升幅收到1.7% 升68点 收报4,127点 恒大福牌 股价急跌7,8% 收市报3,5% 另外小鹏汽车 收购滴滴智能汽车的开发资产 股价急升一成 大市全日成交1,010亿 一起看北水盘路 北水连续第六个交易日 陆德正流入 金额是41亿 小鹏汽车有5亿5千万 北水淨流入 港交所有3亿4千万 中国移动有2亿9千万 看下淨流出 东方欣选有2亿北水淨流出 腾讯有1亿8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ETF3033 有1亿4千万 北水淨流出 说回上天的情况 周末期间 中正监同财政部 推出了三招救经济 包括减印花税 还有限制大股东减持等等 中港股市昨天也是升的 但是两地股市也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大幅高开 之后收市的升幅就大为收窄 两地股市的六大指数 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颇大的阴烛 昨天晚上夜期做好 其中一个原因是内地传出 短期内会减减存量房贷利率 幅度 直接有全民的幅度 就是减零点五至1.8分点 刺激夜期就是夹升 黑期就上升到18,300点 流上 保护8月15、16日的烈口 你如何评估猴市走势呢 策略上又建议大家去怎么做呢 我记得上次跟Wendy聊的时候有说过 留意内防方面恒大何时复牌 因为我有提过 如果恒大再不复牌 下个月就已经捉到最后的停牌的条例 就将要除牌 大家看到其实去到上个星期周末 已经出了恒大将会在昨天的时候复牌 所以其实恒大一复牌 大家看到整个气氛好像转好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内防 真的看民企的三大最大 融创中国1918 到恒大3333 是否就是2007碧桂圆 这三个是重中之重的 其实我们都看到这三个 好像经历了过去这三年 就是三条红线 或者一些规管 流动性方面的改善状态 已经慢慢趋向一个好的情况 而且既然在恒大将会有一个 除牌危机之前 亦都可以准许它再次复牌的话 我就会觉得内防的消息 已经出了三分之二了 最后三分之一 我唯一担心就是 看看九月份 美国会否会调回加息 因为我有看过一些数据 就是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美联储主席 巴威尔在Jackson Hall年会的时候 其实是偏向英的 他有说过就是说 有机会会再继续加息 所以其实在Jackson Hall年会之前 大肆的状况 一些市场人士认为 九月份 美国会加息的机会有25% 现在已经上升直到56% 即是有超过一半的市场人士 认为九月份是有机会 如果是美国加息 我会担心美元再度走强 离岸人民币再度走弱 会对内房内险内银 股价一定会有压力 所以我就会担心 最后三分一的坏消息 会不会就是九月份美国加息 这就要留意了 是的 还有恒大 其实现在他复了牌 有得买卖 而且今早看到他都做好的 不过情况就是 有几个过程 第一他在美国那里 就申请了破产保护 第二就是昨天中午 也有个消息传出 就是原本是今个月 举行的债权人会议 然后一个月去到下个月尾才举行 你觉得譬如说 这些虽然复了牌是最大的事 但是这些重组方面的事情 会不会都会拖着股价的后腿 其实我觉得都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内房 最重要是看他的債券 交易压是怎样的 其实有不少人 我们都一样有一个同样的心态 就是现在我们可不可以买 一些20年美国长期的债券 就是博客链减息 所以有不少人都会在这段时期的时候 可能购买一些美国的TLT ETF 这一类20年期以上的美国债券博 下年就是会有机会减息 所以同样其实是在内房一样的 你看到内房过去三年比较坏的消息 大家都会想低位去捞一些内房债券 不过大家看到上次就是 碧桂圆2007的债券突然之间 暴跌再去停牌 大家就会有点担心 所以恒大同样一样 如果他真的再发债券 而他的债券如果真的同样 和2007的桂圆 就是面对同一样的问题 突然间又是债券暴跌 因为债券一暴跌 就已经是一个先兆债 就是显示公司的流动性会有问题 他熟悉不到一些债券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抛售 最后债券跌得太厉害 就需要去停牌了 但我也不希望这件事会再次发生 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到恒大伏牌的话 其实内地是有很大的信心 或者他也都希望可以将整个内地的经济 就是搞活 就是令到在一个经济 去股市、楼市方面也都可以向好的 但是留意一下 其实我留意到内地财政部 也都说希望新增在今年里面 一个新增专项债 是可以在9月底基本发行完成的 如果是市值不够50亿元的恒大 又或者我们现在说 譬如碧桂圆也是被人抛去蓝筹股 这些我们都会说 俗称先股 其实如果在9月底的时候 内地财政部新增这个专项债 去帮助这一类 曾经面对流动性问题的内房公司 其实是一个好转的迹象 所以我都会持续向好的方面去看内房 好的 我们谈谈比亚迪 昨天就公布了业绩 之前发了营起的 最新公布的数据就是 顺利按年升了两倍 去到109亿5000万 不派中期式的 主要受惠到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 来